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這個James Webb 我們都離不開James Webb的天文網絡鏡 就是找到一些所謂的證據 關於這個所謂的暗星 暗星大家不要搞錯了 因為在《Top Gun》第二集 那一開始那個超極 非常快的飛機叫做《Dark Star》 但是這個題目是說 現在文說這架是真機來的 不是假的 你說一些高超音速的載人戰鬥機 但是去到有多少個速度有多少快 武器說就10倍音速 應該如果現實弄的那些就沒有去到的 沒有去到的 好了 我們講回這個天文學 何謂這個《Dark Star》呢? 這個新聞我自己選的時候 我有一點猶豫的 因為它裡面都很多假設的 但是可以等我一會慢慢去介紹 但是它關聯到背後那個James Webb 剛剛運作了一周年 其實就帶了我們很多新的 新的漂亮的照片 就算我們最近去講James Webb的發現的時候 就已經是講到 它是越來越逼近去找到這個宇宙生成的第一批的星體 那現在講這個《Dark Star》這個概念那樣東西呢 也都會跟這個有關 即是會跟宇宙第一批星體有關 那如果就這樣看名字的時候 我一開始不太知道他在說什麼的 那我說你James Webb 拍照的能力越來越厲害 那有一些很多物質 但是很暗 暗到基本上原本看不到的東西 現在看到 那是不是拍到這些東西呢? 原來又不是 也都當然這麼說 他真的有拍到一些原本暗到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由James Webb那裡可以拍到出來 而甚至乎拍到有些 跟這宗新聞無關 但是又是有賴James Webb的能力所持 就是原來 我們的宇宙有很多Lonely Planet的 我們以為很多的行星是圍著一顆發光的星去轉 那當然是 但是原來有一些已經掉了出來 被人擋到 不知道周圍都是那些 那些這樣的行星 孤獨行星 原來有很多的 但是那些是很難找的 因為你不是靠近一顆主要的星 而它有一顆不發光 有小顆的東西 在周圍 原來在那些這樣的宇宙空間周圍飛 其實原來是常見的 那這樣就是 會不會其實都是一些 搞到我聯想到 是不是跟Dark Star有關呢 都不是啊 那這次這個James Webb去拍那堆天文照片 其中一種的發現就是說 它找到一些 相信是宇宙形成 初期很早很早時候就形成到的天體 這裏天體的概念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 它不只是一顆月亮 或者我們一個太陽或者地球 圓堵對圓咕嚕 發光不發光 由一些很實生物質組成的一些東西 才叫天體 但是 其實廣義來說 一個太陽系都是一個天體 整個太陽系裡面這一組的東西都是一個天體 一個銀河 我們離得遠的時候 就看到它是一坨 或者甚至一點 其實它都是一個單獨天體 一堆的銀河圍繞著大家一起轉 然後它很近的時候 我們以為它是一坨東西 其實一個星系群 你都可以說它是一個天體 所以在講這個天體物理 天文學觀測天體 千萬不要以為只是天體就是一顆星 總之就是一堆 我們叫做 可能 你可以這樣理解 受到萬有引力束縛著有一個穩定形態 你基本上就可以當它是一個天體 誇張一點這樣說 你整個宇宙 你都可以當它是一個單獨一顆天體 可以這樣去說 現在這次看到的天體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叫類星體的東西 這種類星體和我們認識的其他天體 那個種類很不同的 銀河就有很多堆星 很多的太陽系組成的一堆東西 最後就可能在一隻圓碟上面有一些船臂的形狀 就為之一個銀河 所以以我們理解能力 最容易接受到一些大型天體 就好像一個銀河也算是一個大型的天體 這些大型天體裡面 你遇到銀河裡面 就裡面有很多顆已經凝結 有發光的星在上面 就是如果你走進一個銀河裡 它不是一個均勻分布的一堆氣體來的 裡面也有很多東西走進了一堆 有些更加小的結構在裡面 但是如果你看看類星體它就很特別 它裡面擁有的質量 又是以銀河級數這麼高的質量 裡面很多顆星 它裡面有很多的質量 它的質量就相等於上億顆星這麼多的質量 那麼這些質量呢 它不是說裡面各自形成了很多顆星 它是很疏散地形成一個很大的天體在那裡 所以這些叫做很遠古的星雲 我們叫一些好像星又不是星 但是它的質量又有成個銀河級數這麼大的 我們就叫它做一些類星體 這些類星體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沒有辦法用我們今天看到的天體去歸類它 而這些天體很多時候就是在宇宙生成初期的時候 就很容易看到 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裡面那些元素是傾向用很輕很輕的元素 沒有什麼重元素在裡面 就是說裡面它還沒曾經搞過很多的核聚變在那裡 核聚變就幫我們把一些由輕的東西合成重的東西 如果它不是說經歷了很多的核聚變的話 它一直就維持著是那些輕和害很輕的元素在那裡 就是一堆一大坨 它說的東西跟這堆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它原來就有人我覺得很大膽地 也都很科幻地引入了一個理論 去解釋為什麼會有這堆這樣的類星體 一些超大型的這些巨型天體的存在 它們給這個名字就叫做Dark Star 這裡又要給我講一點點的就是 一個天體怎麼能夠穩定地存在呢? 很多時候就是需要兩種力去平衡的 比如一個太陽它怎麼會平衡呢? 為什麼它不會突然降大了突然間縮到它 毛子經理縮下去呢? 就是因為它的核聚變的爆炸 和它的萬有引力互相對抗 一個向外面頂一個就向外面吸 於是太陽達至一個穩定平衡的狀態 我們的地球沒有核聚變反應 但是為什麼不會縮進去呢? 因為我們已經冷卻到那個地步 是已經由那個化學結構給出來的力 去頂住了整個地殼的結構在那裡 於是乎就阻止了那個萬有引力 將這些物質無止境地向外面壓 黑洞這些天體就是那個萬有引力完全不受 就是不停永遠向外面壓 那它就壓了黑洞 好了 同樣地 雷星看 它可以這麼大 這麼大的東西 它又不是說有很強的核聚變反應 它靠什麼來維持著它這麼大的東西呢? 那麼很多的天文學家會說 其實它沒有東西阻止它 它一直在縮緊的 只不過它還沒縮得切 它開頭所以很大塊 慢慢你如果縮下縮下就會很小塊 但是現在有一幫有幾個天文學家就提出了 不是的 其實如果你認識一下粒子物理世界 也都是回到宇宙早期的那個狀態的話 他們提出的學說就是說 很可能這一堆這樣的類星體去中間 是存在著很多暗物質和反暗物質 去混合了一堆在那裡 它們之間會互相煙滅 煙滅到最後就會消失了 大家變成光沒有了 所以到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不多 很難看到 但是在宇宙生成初期的時候 它們是可以很大坨地走一堆 當它們這些暗物質和反暗物質 互相煙滅的時候就會產生到一個 就是向外的 向外爆的一種這樣的能力 去支撐著它 令它沒有那麼容易受到 萬有引力塌縮而縮了一塊 所以這些類星體其實也都有一個 膨脹和收縮兩種力之間的對抗 來維持它這個穩定狀態在那裡 但是這個學說是很停留在一個假設的階段 首先 暗物質是什麼我們還沒搞清楚 然後你告訴我 是會有它的反暗物質在一起和它作用 從而給出這種狀態出來 一開始我不太想說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太多東西太多假設 太科幻了 但是換回它值得說的地方就是說 似乎現在在那幾個 由James Webb拍到的這個星的例子 這個類星體的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 你不引入這個假設 其實也挺難去解釋我們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們看到這堆這樣的東西 其實也有一些已經形成了的小小的星在它的上面 圍繞著它轉 然後看到它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圍繞著一堆 好像圍繞著一個空的空間那樣 就是沒有東西的 在那樣混合 我覺得這件事就很古怪的 如果要合理地解釋這些這樣的星體的存在 那現在似乎它們就用了一個很大膽的 暗物質的假設來去解釋 那當然了 如果它們中了 我覺得很了不起的 但是這個我不敢說得很實 就是有沒有人提出了其它的學說 可以不需要用一個這麼誇張的假設去解釋的呢 那這個就留給它們專家繼續去看 但是如果我們再去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實證的方法可以驗證 剛才你這個新聞所說的我推查 這樣說吧 它有很多 就是不是原備 我會說 我們有一些方法可以看到它對和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那些方法可以完全否證到 究竟這個模型正確 另一個模型正確呢 我們還未齊的 現在似乎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那些物質是來自一個宇宙生成很早很早的時期 早到一個地步 我們理解不了為什麼那時候可以有這麼早 這麼大堆東西可以聚在一起 就是它現在在這麼早的時候看到一些這麼重型 這麼大質量的一個這樣的天體 甚至乎令到我們懷疑我們的宇宙年齡是不是計錯了 那如果我們不想去懷疑自己是不是計錯宇宙年齡 那就不如想一下 有沒有一些我們未知的機制 去解釋一下為什麼可以形成這麼大的天體呢 那於是乎這幾個科學家他們想的就是 不如試一下從暗物質那裡開始著手 那它暫時它量到這個模型呢 它是企圖為大家解釋大家看到的東西的 那會不會還有一些新的觀測量我們未發現到 然後令到這個解釋是不吻合的呢 那這個就是留下一步研究所需要做的東西 暫時來說呢 這個研究成果一下 好像都未完全過了同裁的評審的 這個我要再去看一看一次 因為它有一個很新鮮的想法 但是其中一個要受到其他學者去挑戰的就是 如果我找到另外一組的觀測 它出來的結果是你這個理論解釋不了的時候 那你這個理論就要收檔了 只能夠說是需要再發展一些新的觀測方法 來看這個理論是對還是錯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麼不願意去改變 更加我們對那個宇宙年齡的看法呢? 大家習慣了對太久了 大家花了很多心機去建立 也都真的有很多證據 就是叫做支持到這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如果你突然之間告訴我 那個宇宙年齡似乎是會計錯的 那很多東西就要從頭做過了 那現在似乎就是很多東西做了出來反覆去度了 尤其是那些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那些東西 是一直都很支持這個現在的宇宙年齡那個值的 但是背後會不會有些原本以為不變的可以變 從而令到我們最後連那個宇宙年齡都需要變成 就反而要太多假設了 那大家就不舒服 所以就 你要講話就是說如果我們將那個宇宙年齡 或者延長或者縮短呢 其實牽一發而動全身 很多理論要重新要驗證過 是不是? 是的 但是你問現在這個理論 是不是也都有些東西 就是未解釋不妥啊 或者有些東西似乎是 就是需要太多的我們叫fine tuning 就是太多巧合的東西在這裡呢 那現在這個理論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大爆炸理論是有這樣的現象在這裡的 但是我會說另一句 就是我認為挺穩固的 就是這個James Webb望遠鏡在這一年 他的那個新發現 是的確讓我帶來 開了我們很多眼界之餘 是令到整個宇宙學研究的那個不安感 是提高了很多的 那會不會在未來的35年之後 就令到我們有一些完全顛覆性的想法呢 我就很希望這件事情可以發生到 那現在呢 透過觀測這個宇宙生成最早期的第一批星呢 那就似乎 就是開始看到一個端毅在這裡 這一節所說的那個叫暗星 需要用到暗物質來解釋這些 早期的類星體現象 我覺得只不過是中間其中一個 一個走過場的一步來的 這一個是 是啊 那就很簡單的說 就是所謂的暗星 dark stars 是因為這個dark matter 暗黑物質 所以我們就叫它 就是由暗黑物質組成的星 所以就叫它做暗黑物質 暗星 是啊 就這樣來的 就是停留在理論階段 但是問題那個是暗黑物質 就是dark matter 講明看不到的 為什麼會變成星呢 這樣的 它因為自己本身有慢有引力作用 它不是自己乾乾淨淨的 一塊暗物質坐在那裡就算的 它是混了很多正常物質 那些這樣的中指、質子、氫氣、害氣 混在它周圍的 所以有一些東西圍著它 令它現了形的 嗯 OK 這個解釋很清楚 馬上聽得很清楚 這一節我們在這裡結束 我們下次再回來 好 我們接著就說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